现在看到呢是北京站的一个客流情况 昨天呢北京站的盗发旅客呢是20.8万人 预计呢今天将达到21.5万人 那么今天北京站呢将加开 预计呢今天将达到27.5万人 加开了武汉 南昌 西安 重庆等方向的11趟宁克列车 昨天呢北京南站盗发旅客呢是16.5万人 昨天春运首日的旅客发送量呢也是再创历史新高 由四纵高铁干线全部通车 广东地区的高铁运力呢未来三天内呢 从西安去往重庆 成都 天津 昆明等方向的运能都较为 尤其没有换取纸质车票的旅客 请稍微早一点出门提前取票 乘车 国站本路车面积有限 请使用开车前两小时光调之力坐车去后车 谢谢合作与入门提供 我们该有点核名赛的调查 我要没事就能够 我们下车前天后 请稍微车交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